哈囉,各位天而不吃開箱的好朋友 我是新天而寶桌遊的Yoyo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你們玩得寸進尺 這個小遊戲很方便的一個地方是 不用發牌可以直接開始玩 洗一洗,把排庫放在桌子中央 再把骰子放在旁邊 好,那遊戲目標是什麼? 遊戲目標是得分 分數最高的人獲勝 那我們有哪些分數可以拿呢? 我們有1到6分 五種不同的顏色 這樣子很簡單 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開始玩吧 我們今天假裝有三個人 雖然兩個人也是可以玩的 但是阿里跟我兩個人玩的時候 總是覺得太緊張 那我們還有第三個人 那我們誰先開始呢? 好,讓他先開始 好,他先開始 這個人先開始 好,他有到一個人的時候 就翻牌 好,那他可以馬上停止 說我要保留這張牌 他就得4分了 他也可以繼續 去嘗試能不能拿到更多分數 那他應該會繼續 好,3 那他可以決定要把這個3 放在這一排 還是在隔壁的那一排 還是最右邊的那一排 總共3排 這樣子 那他決定放在第二排 哦,這個分數有點低 他放在那邊 哦,好 5分了10色 4分的紅色 這個目前看起來不錯 這個等一下再說 回轉 1給這個人吧 然後5 好,現在來到一個遊戲的重點 我翻了紅色的牌 我不能跟已經有紅色的牌 放在同一排 我必須放在那邊或這邊 那或是數字一樣的 也不可以放在同一排 我必須把它放在這裡或那裡 再翻牌 4,那我很想拿這個綠色的4 但是我這一排已經有4了 那就給這一排好了 那我要,他要不要停止呢 嗯,沒有 他覺得還可以讀一下 紅色的5 5 那這邊不能放 因為已經有紅色的牌 這邊也不能放 因為已經有紅色的牌 已經有5 那...我只能放這邊 如果再翻一張紅色的牌的話 那就爆掉 嗯,爆掉 太好,因為就拿不到分數 那他可能先停止 他停止 停止的人可以先選要拿什麼 那目前這邊分數最高是2分 他就拿這個 通常是順時針換下一個人拿牌 但是呢,因為剛剛翻了這個回轉牌 所以我們是逆時針拿牌 那等於說是阿里 那我先選你要什麼呢 嗯,就分數比較高的嗎 還是彩顏色比較多的呢 好,他要分數比較高的 顏色比較少的這樣子 好,那最後我就必須拿這些牌 他的回合結束 那麼,順時針用到下一個人了 跟這個沒有什麼關係喔 這個是針對拿牌的時候 方向會改 但是,輪到誰的方向永久不會改變 我們一直都是順時針完 等於說是現在輪到我 翻牌 哦,六分了 這個 哦,四分黃色的四分也不錯啦 一,我可能等於有更好的綠色牌來 哦,好,那先放一分好了 二,好,那這個就是我要的 好,那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我拿到十六分 他們這些人,其他人就只拿到三分跟五分 好,這個我可以接受 這個是上一次的牌剛剛用過的 我先丟回盒子裡 等於說是下一個拿牌就是阿里 他拿五分 再來他必須拿這些牌 好,用到阿里了,祝你好耶 嘿 這是一分的紅髒 嗯,好,越來越不錯 哦,好,這個骰子牌呢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是不好的 好,那假如阿里不想拿它 他一定會放在這邊 那假如阿里現在停止的話 他可能就拿這個十分吧 好,那下一個人是這位玩家 嗯,大家不想拿這個骰子 好,那 就拿紅色的牌 輪到我必須拿 我不能說我不要拿 我必須拿這個 那我現在應該是會有一些損失 拿骰子的人必須丟骰子 然後我 哈哈 我丟到什麼顏色 我什麼顏色的牌 就必須移出遊戲 但是我丟到的是黑色 黑色就是沒事 我可以保留所有的牌 那我沒事了 那我還是要舉例 假如我丟到綠色 那我就必須把綠色的牌 通通都棄掉 好,不管是這個回合 還是前一個回合拿的 通通都棄掉 那這一張也棄掉 那我們會一直繼續玩到這邊沒有牌 然後看誰的分數最高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則 要跟你們講 因為你們也發現 如果輪到你的時候 你只能拿一些骰子牌的話 那你不是很倒楣嗎? 你可能什麼顏色都有 所以呢 現在又輪到誰呢? 應該是這位玩家好 那他翻牌的時候 他可以決定 不要翻牌 他可以決定 蓋牌 那蓋牌的話 這些牌是安全的 他以後 骰到紅色 不會有事 這個是他安全的分數 那輪到我的時候 我大概也會蓋牌 對,我這邊11分 那我也蓋牌 好,輪到阿里的時候 他大概也蓋牌 還是他覺得 即使他的分數還沒有那麼高 還不會蓋牌 也可以 他要繼續拿分數 好,OK 他就繼續 哇 他這邊 有 11分了 但是他可能還要害我們一下 希望我們可以拿到一個骰子 對,就這樣子 嗯 他一直要害我咧 他拿15分啦 不錯 所以他這隻沒有蓋牌 可能是對的 然後這位玩家 不要拿這個骰子 他拿分數 然後我就只好再拿這個骰子 必須再丟骰 喔,又是黑色 欸 那這個就可以講到另外一個玩法 有一個精確的玩法是說 骰到黑色的玩家 必須把所有打開的牌都移出遊戲 那現在用這個規則的話 那我這些牌都不進了 就很慘 這個影響就很大了 所以呢 這個遊戲要常常蓋牌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麼 遊戲規則 跟玩法進行 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跟我德文社團 跟座友社團都玩過 他們蠻喜歡的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他 掰掰 謝謝觀看 下次見囉 等一下 我剛剛忘記說 回轉牌一張是 逆時針拿牌 這個我講過了 但是如果有第二張呢 我們又順時針拿牌 第三張出現的話 那又是逆時針拿牌 那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只是跟拿牌有關 跟輪到誰的順位 沒有關係 那我還可以順便另外補一個東西 如果是骰子的牌 他也不能同一張骰子牌 在同一牌裡面 必須放在第三牌 那再拿到一個骰子的話 這個也爆掉 爆掉的玩家也被處罰 比如說四次是好 三牌都有四 所以我以四場是就爆掉的意思嗎 這些牌我都不能拿 而且呢 我還被處罰 必須丟骰子 丟骰子一樣會失去 我丟到的這個顏色 好 所以這些牌都不見了 不管我有沒有爆掉 其他人都可以拿牌 那我剛剛爆掉 就換下一個玩家 拿牌還是我們看出去 喔 我們有四張 所以又是順之針拿牌沒錯 那所以阿尼這一次中獎了 他可以拿到這麼多牌 這麼多牌 但是也必須丟骰子 藍色 藍色的不見了 就是十二分 扣十二分 那麼下一個玩家 他當然會拿這一疊 然後他也必須丟骰子 看看 他運氣好 什麼都不用拿掉 除非我們玩另外一個規則 黑色的就是必須把所有的顏色都拿掉 那麼 剩下的牌也移出遊戲 那這樣子我的回合結束 換下一個玩家 那這一支真的可以說我都講完了 謝謝你們收看 下次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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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 我們下一個觀賞 真的可以讓你把是開玩家 別再把他的動物 參加